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地违章 資訊公開 消防污染 不再發生 其實要再去製品農地违章工廠這件事情 在蔡政府執政期間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违章工廠不准污染 不准新設 不准危害公安 我們在這邊整理給就是賴清德總統 還有執政團隊的代辦青山主要有四個 我們可以看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就是我們不要再新增工廠了 也就是要立即執寫 請政府要公開都市土地和非都市土地的裁罰的資料 然後讓我們知道你有沒有在罰 還是你是罰假的 第二個是針對新增建跟衛納管工廠應該要立即斷水斷電 跟裁除這樣才能夠根本的遏止這些工廠的新增建 那第三個跟第四個是有關公安問題 那第三個是應該要設立 就是產發署應該設立很好的 而且確實能夠遏止污染的納管工廠的推廠機制 那第四個是有關火災的 應該要檢討相關的指導原則 火災的指導原則 強制工廠依照這些原則來裝設面火器等等的設備 說好要不准新設的這些農地違章工廠 工廠真的會跟你乖乖配合嗎? 那我們發現這些工廠它其實就是皮 它就是毒你不敢對他們做任何的處分 因為即使政府頒出了急報急差的這個法令 近四年來農地上面還是持續在新增違章工廠 根據農業部農地及農業資源盤查結果 近四年疑似工廠佔用農地面積高達2433公頃 這個數字大概是243個大巨蛋的面積 顯見農地違章這個數量 它就是持續在攀升表現農地持續在流失 所以我們在這邊其實列的代辦清單 給賴政府的代辦清單 就是說內政部國土署 你應該要公開都市土地 還有非都市土地違規財罰的這個紀錄 包含你什麼時候去罰的?罰了多少? 我不要我今天檢舉一件 然後你跟我說我10年前有罰過它 我要你連續做財罰 並且把這個連續財罰的資訊公開 讓民眾可以去檢視 那再來經濟主管偽章工廠的這個經濟部產發屬 你要對新增見還有這些沒有去納館的 既有未登記工廠 你應該要斷水斷電 因為他們就是把不怕 他們就是需要你拿出魄力來整治這件事情 稍微補一下脈絡 就是我為什麼在談這些事情 是因為當時政府的政策在農地工廠的管制上 因為有太多未登記工廠 他管理不便 他有很多的風險他不知道 所以他的政策方向就是我就要大量納管 大量納管之後就是大家來登記 然後我就可以就立合吧 可是後面衍生出了問題就是 包括污染問題包括公安的問題 他其實沒有辦法好好處理 那以我們特別關注的污染問題來說 就是今天這些農地工廠他在農地上 他直接排放的污染直接影響的就是農地兒 可是政府他並沒有 他在大量納管的同時他並沒有因此來制定一套 可以有效遏止污染的一套方法 原來一家偷牌有毒廢水的工廠都可以合法了 那我排放一些污染好像也不會怎麼樣也沒有關係 改好就好了 事實上是不是如此跟各位報告真的就是如此 到現在這是現在比較新的 就是每次都可以拿出新的案例跟他報告 這個他本來是林登工廠 他在拿到特登之後才被抓到說他有偷牌 所以他從林登到特登的時候他都持續在偷牌 一直到特登之後拿到一年之後才被抓到 這意思是什麼就是他真的沒有在怕你啊 就我原本就在偷牌然後我換了特登之後 我也沒有要因此而做改進啊 我就是被抓到的時候在改 然後他的結果是什麼他就罰204萬 然後當時有惡定停工 然後現在呢惡定停工之後改好了復工就好了 所以他還是可以在農地上運作 如果照這樣的情況來看喔 就是只要你偷牌我都還是可以讓你在農地上 說實話對於污染的治理是沒有什麼幫助 不會起到任何惡作的作用 過去這幾年我們在協調會上經濟部都怎麼說 有啊有啊我們只有這個機制 但是我們真的要說 這一個退廠的機制是經濟部跟當時的環保署 所共謀出來一個假的退廠機制 怎麼說假的退廠機制 每次經濟部都說只要環保單位開熱令歇業 那我們就可以讓這個工廠的許可證把它撤銷掉 可是事實上不可能不可能 我們從食物上從我們過去的財閥紀錄 從各種食物的了解就是不會開熱令歇業 像這一些偷牌清潔夠嚴重了吧有毒廢水 他開的是什麼是熱令停工他不是開熱令歇業 熱令停工跟熱令歇業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停工之後復工就可以了 所以以實務上來說環保單位就是只會開熱令停工 所以你經濟部跟我說只要他們開熱令歇業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我們真的要請經濟部好好的面對農地工廠的污染問題 不要再把這一些責任推到環境部身上 說只要他開就好 這是你經濟部應該負起的責任 所以我們真的要找經濟部出來打球 而且不要打假球 謝謝 那圍商工廠所掩飾的問題 其實不僅影響了生態環境 它其實更影響到周邊民眾的生命安全 還有消費人的生命安全 因此本會要強調兩點 那希望政府盡速落實相關政策 首先針對既有衛生機的工廠合法化 本會認為既然圍商工廠相較於合法的建復 它的其實結構已經不穩定了 那它的消防安全設備應該就如同剛剛 那個公民技球夥伴講的就是 它應該標準要更嚴格 一點的污染都不會發生 它的消防安全設備應該要更嚴格才對 那個去年2023年內政部訂定的福島寄存工廠制設備 它的一個制導原則 它沒有產生力 它提供一些違法工廠 還有一些消防安全的建議 那其實建議它沒有強制力的話 它其實還是有一些隱患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強制性的福島跟檢查 才能確保每一個工廠能夠達到消防安全的標準 那保障工廠裡面的勞動者 周邊民眾居民的生命安全 還有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那其次針對違章工廠採索問題 那本會呼籲建管部門加快排拆的步伐 因為維章工廠它不僅違反了建築環保法規 跟在消防方面其實就已經有極大的風險 更何況是那些不配合的一些工廠 而且這些工廠它其實除了設備不安全之外 它沒有合格的調整設備 那它其實發生火災之後 其實通常都很危險 不只造成民眾危險 更讓消防員在裡面的風險是更高的 因此我們希望建管單位盡速的排拆 維商工廠 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這些潛在的消防隱患 維護公共安全 讓別拉工地、工廠活災成為消防員的惡夢 以上